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说明这个敏捷开发跟架构实际 那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呢,说明了这个架构设计呢,被切成两段 一段是架构,一段是设计,然后分别给两种团队 一个架构的部分还维持在这一个架构师的团队 那么设计的部分就把它归到这一个开发者团队 因此呢,衍生出来同一件事情,然后两个团队 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这个良好的默契 双方能够很好的对接,那么事情就会做得更好 那么如果双方不能有默契的对接,那不如回到原状 那有一个团队来负责,要来得更好 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提出的这个架构如何表述 来强化这个两个团队的沟通 然后来促进两个团队的这个共识 让他们有一致的心灵,共同的感觉 然后有了很好的默契之后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会做得更好 能够更有效的,资源敏捷的一种开发 那如果这个沟通不好,那两个团队产生了更大的误解 那么对于这个敏捷开发团队呢 会更为不好,倒不如呢 回到传统的架构设计 OK,所以呢,我们就说明了 这个如何表述这个架构是很重要的 好,那要表述这个架构呢 我们也提出来使用这一个代码造型来做表述 就包括1970年代的这一个函数 这种最古老的造型 以及到1980年代这个类的造型 以及最近的,有90年代的这个,这个Design Pattern 还有高老师在2012年提出来的 EIT的造型等等的 那这些都是用来表述架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一个基础,然后可以有效的促进这个架构师团队 与开发团队之间的一个良好的沟通 良好的默契 那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来支援这个敏捷的开发 OK,那在这一个小回合里头 我就来再帮你做个复习 护习呢,什么叫做代码造型 以及它在这个架构表述上的这个角色 那之后呢,在下一个单元 我们下一个回合里头呢 我们就会给你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即使呢,不依循这个敏捷的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架构跟设计分离 能然是在架构师团队 把这一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做完整 这个架构师团队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敏捷的思想用进来 让架构师团队也能够敏捷起来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这个敏捷性都是很有帮助的 不管你是,名字上面又不用敏捷 但是的确都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灵活性 也就是敏捷力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主题咯 帮你复习代码造型 那什么叫做代码造型呢? 顾名思义就是代码 就是代码层级的设计造型 好,那我们就称为form 称为form 那pattern呢 我们就称为这一个 在系统分析以及架构设计层级的造型 它就简单称为叫做设计造型 那么在这里所提的 我们就是叫做代码层级的设计造型 我们就简称为代码造型 那代码造型就是开发者 常用的词汇 开发者 那开发者常用的词汇 一般都可以对应到程序语言 就是电脑语言的一个基本结构 这个结构呢 都会被定义成keyword关键字 例如呢 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函数 以及class这个类 还有java新增加的interfa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那用这些开发者在语言当中所熟悉的词汇 来表述这一个架构式的设计 那么在开发者这一边就能够很明确的 很准确的接受到 理解到 这个架构式的意图 它的设计的意图 它的设计的意图 OK 所以我们就主张 用这个代码造型 来做表达这个架构设计 不管架构式 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去想出来这个架构 这个我们比较不关心 关心的是 怎么用 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那类似呢 李白杜甫在唐朝的时候 那么他用这个 七眼绝技来表达他的诗 就是不管李白杜甫白吉义 他是怎么去想那个意境的 那个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他 那么我们只要求的是 诗同型 就是大家表述出来的诗 都是同一种形式 OK 所以我们比较偏向要求呢 这个架构诗呢 大家用一样的一个形式 一个代码造型 来表达这个设计 那代码造型的特征 就是 它的造型非常的简单 就是单一的造型 那 而且呢 开发者可以直接落实成代码 例如的 这个西语言的function 它就是一个造型 一个造型 那么 它用这个function的组合 来表达各式各样的软件的设计 到了1986年 这个西加加出来之后 那么大家用的是类这个造型 也是单一的造型 然后用类来表达这个软件 然后让它来组合出形形色色的软件 那这个开发者跟架构师呢 就能够 一行这个简单的造型 来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也就是说 这个代码造型的特性 就是很简单 内涵呢 可以多变 可以多变 比如说 你可以有类 里头可以放 这个汽车方面的 这个状态 或者信息 就变成汽车类 那么这个类呢 可以表达 这个苹果的相关的属性 跟它的行为 这我们称为叫苹果类 所以呢 这个类呢 就像这个集装箱一样 可以装苹果的 这个属性 可以装苹果的行为 也可以装汽车的 属性汽车的行为 因此呢 它的内涵 可以多变而复杂 然后呢 可以拿这个基本造型 来重复组合 组合出形形色色的 复杂的一个系统 因此呢 这个用户也会觉得呢 他能够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 能够享受那种满足感 那这就是 用代码造型呢 可以产出的这个效果 因为它的确是简单的造型 内涵呢 可以复杂多变 那么也可以重复的组合出 各种复杂的系统 OK 好 那我们就回忆一下 在这一个1986年 C++出来之后 类的造型变成产业界的主流 那造型很简单 软件一个类 里头就只有两种要素 就是函数加属性 那么这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很清晰 比如说 这个public的函数 可以存起public的属性 那这些 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定义的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类造型很简单 内涵可以复杂 那不同的内涵 都可以透过类造型来呈现出来 所以类造型就像集装箱 所以它可以容纳都变得复杂的内涵 所以有苹果类 汽车类 信用卡类等等的 就像我们说 有袜子集装箱 有汽车集装箱一样的 所以它内涵可复杂 而且可以像积木一样 可以用简单明确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 例如说 有类的继承 有类的结合的关系 那么人们就可以拿这种类造型的重复组合 来组合出复杂的软件系统 这就是类造型的 以这个当例子来说明 上面的代码造型的特征 好 那么代码造型在沟通上的用途是什么 我们来说明一下 因为代码造型 可以直接对应到程序语言的结构 所以它既有 Precision 既有相当的精确性 所以呢 能够强化架构师 以开发者之间的这种沟通 传达的这个精确性 那么有助于沟通 OK 还有再来代码造型就是对应到程序语言的结构 所以它是有它的关键字 因此呢 成为开发者的一个vocabulary 就是它的常用的词汇 所以架构师呢 用这个词汇来表达架构 所以双方有共同的词汇 因此提升了共识 这是让开发者很容易的理解这个架构设计的意涵 的意涵跟它的意图 那代码造型呢 能够提升开发者的效率 配合需求的变更 那么就是因为它可以很精确的 去了解到设计的这个意涵 所以它就可以高度的配合 快速的配合 所以可以提升整体的秉洁性 那么架构师就像妈妈 它使用这个儿童的语言来跟小孩子交谈 那么非常有助于小孩子天分的开发 所以一般的小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天分 大部分是妈妈交出来的 因为爸爸比较所谈的语言 都是商业面的 政治面的等等的 例如说看一份报纸 爸爸常常看的是 这一个第一版第二版的政经新闻 那么妈妈常常看的是生活版的新闻 这意味着妈妈呢 她常常会用这一个小孩子的语言 来跟她交谈 所以善用小孩子的语言来交谈 那么她的这一个对小孩子的接受度会增高 所以小孩子更能够透过这个小孩子的语言 来跟妈妈学习 因为小孩子的语言天分就会开发的更快 那么如果由爸爸来跟小孩子交谈 谈的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 那么小孩子的学习机会就变少 因为他不能理解嘛 他不能理解 因此呢 如果架构师用design pattern 用这个设计方面的概念 用领域知识 A5的概念 来跟开发者沟通 他就听不懂了 听不懂的话 那么这个开发者的设计能力就很难提升了 就是开发者的设计能力就等于小孩子的沟通能力 那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架构师如果用代码造型 这种小孩子的语言 所谓小孩子的语言就是开发者可以看听得懂的词汇 那么用这个代码造型就是用开发者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架构 来跟开发者交谈 那么就等于妈妈用小孩子的语言来跟小孩子交谈 所以这开发者呢 更容易跟架构师学会的架构设计 学会的设计 所以呢 有助于开发者提升设计能力 就是妈妈用小孩子的语言来跟小孩子交谈 非常有助于提升小孩子的语言的能力 同样的架构师以代码造型来表达他的设计 那么更有助于可以提升开发者的设计能力 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么至于架构师是怎么去思考设计的 这个是让他无限的去发挥他的创意 这一般叫做加法设计 但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发想 怎么样去创意 但是一旦要表达的时候 一定要做有效的减法设计 就是表示出来架构 要是非常的简单的 大家有一致的共识的 就像李白杜甫白吉义等等 都可以发挥创意 尽情的去思考 但是都一致的造型来表示出来 这样子不但没有伤害创意 而且还能够基于师同行的相互激发 出这个合作的氛围 因此呢 这样子的做法呢 并不会极限架构师的创意 但是却能够创造出非常美好的合作的氛围 所以即使架构设计并没有达到足够好 但是只要清晰明确的表述出来 随着敏捷的迭代而互相的学习 这个架构设计自然而然会止以至善 达到足够好的境界 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代码造型的历史的演进 在1970年代函数是主要的这个造型 主要的造型就是电脑语言的基本模块 也就是软件的基本模块 那这个时候呢 IT的人员就以函数跟数据结构去发展出系统分析 跟设计的工具 所以当年有结构化的设计方法 有数据库的系统等等的 都是基于这个函数跟数据结构为基础的一种分析 也就是语言有什么样的基本结构 那么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架构设计师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基本上架构设计师的一种设计思维 基本上是基于这个语言的代码造型而延伸出来的 到了1980年代 这个OOP就是面向对象 以类为基础 类是一个基本造型 那么就会衍生出来叫做面向对象的 这个分析方法 也会衍生出来EVML的建模 这个都是依赖在类上 所以我这里在凸显的就是说 语言的改变 语言的进展 它直接给予这个开发者一个新的词汇 那么架构师分析师想要来跟开发者沟通 能够迅速落成这个代码 因此呢 就会偏向这个架构师呢 是采用E型这个基本造型 而延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建模语言 跟分析方法 这样子可以非常有效的 可以对应到这个代码的造型 再对应到实际的代码 那这个整个历史的发展 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用意就是让系统分析设计的一种架构的 这个表述 尽量用语言的代码造型来表述 那它就非常有效的可以对应到代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1995年的设计模式 但是因为它不是基于语言的造型的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造型 所以呢 它不能直接落实成代码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所有的设计呢 设计师几乎呢 还是E型在内为基础的这种架构设计 或者是系统分析 因此呢 在2012年的5月 那么我高老师呢 就依据Java 有一个新的关键字 叫做I 叫做Interface 那我就拿两个 这一个类来当配角 因此形成了一个EIT造型 那这个造型呢 接下来就可以扩大成为 系统分析跟设计的基本模块 那它就可以直接对用到代码 因此呢 它将促成了我们架构师的一个新的基础 能够让我们更有效的来传达 来表述我们的架构设计 尤其呢 是以J口为主的这种架构设计 大家都很清楚了 现在的架构师呢 最主要其实就是做J口的设计 那么这一个J口的设计呢 要能够表达出来 用EIT的造型是最好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EIT造型呢 会成为敏捷开发里头呢 的架构师跟开发者 的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媒介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EIT造型当中 有三种要素 一个就是E是抽象类 就是G类 I就是对应到G类的抽象函数 T就是对应到子类 那这个图呢 我这边就没有显示出来了 因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那其中呢 J口也是一种抽象类 所以在本质上 EIT造型就是有三个类所构成的 那它各自呢 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EIT造型呢 就像原子一样 所以原子也有三个要素 就是子子中子电子 OK 那么在这个自然界的任何物质呢 都有一致的造型 所以在软件上面 也都会有一致的造型 OK 那但是内含可以不同 所以不同的物质 氢原子 氧原子 它的造型是一样的 但是内含是不同 那EIT 高老师是来自汽车的引擎 接口跟轮胎三个角色 来取这个名字的 那这个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引擎接口轮胎 它的浮动 它的角色的半年 这样的用意而已 那EIT造型是介于 类造跟设计模式之间 因为设计模式 它是很多个 这个造型 所以一般来讲 它并不是语言的 它不能对应到语言的一个关键字 但是EIT造型 它有三个类的一个组合 它可以直接对应到 语言关键字 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design pattern 就不称为造型 尤其不能称为代码造型 因为它不能直接对应 而且设计模式 也没有一个组合的一个明确的规律 所以它不能像积木一样的 很明确的打组合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在类跟设计模式之间 再找一个中间者 我们称为EIT造型 那它可以由类三个类组成的 它又可以组合出形形色色的设计模式 以及各种的框架的设计 所以呢 这EIT造型呢 它是可以当成 这一个敏捷设计下 敏捷开发下 架构设计的 这一个 一个沟通的媒介 尤其是在敏捷开发下 一个架构设计 被切成两段 由两个团队来负责 这个时候EIT造型呢 就成为两边 两个团队能够 有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的 一个最重要的桥梁 最重要的基础 好 OK 那我就帮你复习 这个代码造型 复习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